第687章是死是活 以戴天灵对恩慈的了解 怎么会看不出最后关头恩慈是来得及出手的 因为他对龙岳绝对足够了解 但是他并没有责怪恩慈 毕竟老师也是为了帝国助想 竟是 木野双掌翻飞 不断地轻轻拍击在唐武林身上 脸色十分难看 刚刚在比赛台上 他就检查过了唐武林的身体 如果不是因为唐武林还有生机 他绝不会那么简单就离开 但哪怕是他 也只是抱着一丝希望将唐武林带出来 他的伤势太严重了 龙岳何等力量 不说前面的攻击 最后那一角 就算是一座小山都能踏平了 更何况是血肉之躯 一定是重创了内脏的 木野并不是特别擅长于治疗 但他毕竟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如果唐武林这一缕生机能够维持得住 那他至少要先保证他脱离危险期 然后再想办法为他治疗 如果是在斗罗大陆上就好了 史莱克学院的那位圣灵斗罗 在治疗方面绝对首屈一指 有他在 唐武林的生机还会增加几分 双掌牵引 小心翼翼地将那一根根断裂的骨骼牵引而起 让它们恢复原样 至少拼接在一起 很多骨骼都已经压迫在了内脏之中 体内经脉更是完全稳了 这样的伤势实在是太重了 而且还失血过多 他没有当场死亡 这已经是生命力极其旺盛 好不容易收了这么一位弟子 却碰到这种情况 木野心中彭腐压抑着一座火山 一旦唐武林不知身亡 他一定会不惜一切地向兴罗帝国 尤其是怪物学院展开报复 一 正在这时 突然间 木野发现了一个奇异的情况 唐武林断掉的骨骼 大部分他都给复原了 只有一些插入内脏的 他没敢轻易碰触 因为这种伤及内脏的伤势 一旦处理不好 很可能就会瞬间 令唐武林的生命力衰竭 但是 在他把其他骨骼拼接耗之后 他惊讶地发现 那些插在唐武林内脏之中的骨骼 和先前相比 似乎没有插得那么深了 简单来说 就像是内脏在把骨骼给挤出来似的 这种感觉十分奇特 唐武林的内脏就像是细胶制品似的 弹力十足 而且 虽然已经完全变形离位 但却并没有破损得太严重 这样也行 就算是自己 也只是能将内脏修炼得 如同身体一般坚韧 但那也是期缓以后的事情了 他才什么修为 这是怎么做到的 身为本体宗宗主 当今之事 哪怕算上星罗大陆和斗陵大陆 也没有人比穆也更加了解 人体构造和人体变化了 所以 当他发现唐武林身上出现的奇异变化后 立刻停止了 想要尝试拔出他插入内脏中 那些骨骼的想法 而是双掌释放着柔和的魂力 精神力全开 小心翼翼地感受住唐武林身上 每一处微小的变化 当一小块骨骼被他的内脏 缓缓自行挤出来之后 穆也立刻用自己的魂力 小心翼翼地牵引着这块骨骼归位 和其他骨骼拼接在一起 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但穆也却没有丝毫不耐烦 反而目放奇光 对于本体宗来说 没有什么比人体的奥秘 更加吸引人的地方了 唐武林身上出现的这些情况 是正常人体绝不会出现的 正因如此 他才更加感兴趣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唐武林的骨骼终于全都恢复原状了 在穆也的引导下 唐武林的内脏也分别归位 他依旧气弱油丝 但身体结构却至少都恢复到正常程度了 穆也双眼微眯 略微思考了片刻后 快速走到房间的浴室之中 在浴缸中放满了热水 然后他从自己的储物浑倒器中 取出一些瓶瓶罐罐的东西 略一犹豫之后 就按照一定比例 将里面的一些液体加入到浴池之中 顿时 浴池中的水开始变色 最后变成了一缸蓝电色的奇异液体 在魂力的小心承托下 唐武林的身体被穆也缓缓放入这一缸液体之中 一抹淡淡的微笑从他脸上浮现出来 小子 这次你想死都不行了 没想到你身体里竟然还有如此秘密 倒要看看你如何恢复 穆也拉过一张凳子 在浴缸旁边坐了下来 精神力持续关注着他身体的变化 没找到 谷月脸色阴沉地站在房间之中 一抹前所未有的凶利之气若隐若现 对不起主上 那人离开得太快了 当时我们又不在附近 所以 继续找 找到为止 如果我完全觉醒 哪还用得住你们这些废物 谷月的气息越发地森冷起来 是 唐武林被穆也带走已经整整一天了 音讯全无 史莱克小队 甚至是整个新罗帝国官方 都被发动起来寻找他和穆也的踪迹 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对于那场决赛 斗罗大陆联邦使团提出了严正抗议 武昌空和蔡老也全都投入到 对唐武林的寻找之中 可惜 直到现在 依旧没有任何线索 他还活着 谷月双手缓缓握拳 钻井 皮肤表面渐渐浮现出一层淡银色的鳞片 如果他死了 我一定能够感受到 他不会死的 他一定还活着 武林 你在哪里 谷月身上的冷力气息渐渐消失 双眸一片通红 盈盈有水雾弥漫 全大陆青年高级浑石精英大赛 个人赛全部结束了 冠军龙月 亚军唐武林 至于后面的名次 重要吗 因为唐武林重创失踪 史莱克学院众人拒绝继续参加双人赛的决赛 全都退出了双人赛 他们现在只做一件事 就是祈祷 为了他们的队长 祈祷 老唐唐武林 惊讶地看出自己面前的老唐 今天的他似乎和往常不太一样 之前每次见到他 他的气息都很温和 但今天的他 却明显有些气息不稳 面对强敌 首先要做到的是保护好自己 更何况 那不是生死搏斗 只是一场比赛 为什么要那么拼命 你可知道 当时你只是生死一线间 如果不是金龙王的血脉之力护住了你 你已经死了老唐的声音低沉而严肃 无形中带着一种压抑胆 这场比赛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 那是属于我们史莱克的荣耀 我要用自己的一切去捍卫他唐武林坚定地说道 他的记忆还停留在最后 龙越那如同泰山压顶般的异彩之下 然后自己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过来时就已经在这里 史莱克的荣耀吗 老唐的声音多了几分什么 唐武林用力地点了点头 是啊 自从爸爸妈妈走了以后 我就一直在上学 我拼尽努力 才终于考入了史莱克 我是真的喜欢学院 在那里有伙伴 那里是我的家 尽管是在新罗大陆上 我们代表的却是学院 身为队长 面对强大的对手 怎能退缩 可是我还是输了 第688章奇经八脉 唐武林心中注实是有些郁闷 老唐晨声道 如果重新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你还会这么做吗 唐武林摇了摇头 不 我一定会比这次做得更好 龙越的能力 我已经摸清楚了一些 但是 当他全力以赴 施展自己能力的时候 似乎是有些控制不住自身情绪的 这就让我有机可乘 虽然未必能赢他 但至少不会输得这么惨 才对老唐的声音缓和了几分 你倒是越挫越勇 嘿嘿 唐武林笑了笑 我一直不都是这样吗 按您这么说 我应该还活着吧 那我什么时候能回去 老唐道 你当然还活着 等你的身体恢复到一定程度 你就能够回去了 而且 只要我还活着 你就不会死 对于老唐这句话 唐武林有些不明白了 不过 他立刻就回想起 那次自己在突破金龙王封印 遇到大危险时 老唐的帮助 老唐 你到底是以怎样的形式 存在在我身体里的 你好像对一切都很了解 简直是无所不知 唐武林好奇地问道 老唐淡淡地道 我只是一缕精神意识罢了 该你知道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知道了 当你足够强大 可以保护自己的时候 我这一缕精神烙印 也就基本上要消失了 那你的本体呢 你的本体究竟是谁啊 唐武林追问道 老唐沉默了 等我要离开的时候 会告诉你的唐武林愣了愣 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说呢 老唐微微一笑 傻小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如果我将你人生中的很多事情 都提前告诉你了 包括你的际遇 包括你身边的一切 那不就是剧透了你的未来吗 那样的话 你的人生还有什么精彩可言 其实 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你有一颗正能量的心 而且又如此的勤奋努力 我很满意 我只想看到你健康快乐的成长 然后把这些记忆 带去一个遥远的地方 唐武林惊讶到 带去一个遥远的地方 是什么意思 老唐沉默了 他的情绪突然有些低落 甚至唐武林 能够明显感受到 他气息中的伤感 老唐 你怎么了 你别难过 那我不问了 唐武林赶忙说道 老唐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没事 好了 既然你要在这里一段时间 那么 总不能白费 你的基础 现在已经打得不错了 我就教你一些东西吧 你所学的唐门绝学之中 有一些地方的技巧 是可以调整的 我帮你整体调一下 就从玄天宫开始 唐武林修炼玄天宫 是从密集而来 再加上武长空的一些指点 听老唐要指点自己 玄天宫 他不禁更为惊讶了 老唐竟然连玄天宫也会吗 唐武林突然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变化 下意识地低头看去 只见身上竟然浮现出 一条条经脉的模样 每一条经脉都亮了起来 看得分外明显 老唐让他盘膝坐下 然后沉声道 你整体修炼的是没有错的 但玄天宫的妙用 却不只是你领悟的这些 基础牢靠之后 你有些东西已经可以开始尝试了 当你下一次突破金龙王封印的时候 可以急着他的气血之力 开始尝试打通奇经八脉 因为打通奇经八脉非常危险 所以在唐门玄天宫密集中 是没有记载的 你的经脉足够坚韧 再加上本身基础很好 可以开始尝试了 接下来 你记住我告诉你的 奇经八脉细节 不能有丝毫错漏奇经八脉 全新的知识 令唐武林精神大振 开始认真地听老唐讲述起来 这臭小子 已经用了我第三缸药液了 还能吸收得这么快 他的身体是无底洞吗 木野双手插腰 站在浴室中 注视是有些郁闷 他在浴缸中使用的那些药液 已经足足浸泡了唐武林五天五夜 唐武林的身体 就像是一块巨大的海绵 不断地吸收住药液之中的能量 一缸浑浊的药液 浸泡他一天多的时间 就会逐渐变得清亮起来 唐武林的气息 也从最初时候的微弱 开始变得逐渐厚重 显然是没有生命之忧了 但他也没有醒过来 整个人依旧沉睡 为了确保唐武林没有危险 木野又换了两次药液 这些药液极为珍贵 都是他好不容易才得到的 但为了能保住唐武林 他也只能是咬牙继续了 唐武林体内的气血 也逐渐旺盛起来 骨骼 经脉恢复得都非常快 他在第一次药液用完的时候 检查唐武林的身体 就已经发现 他的骨骼都已经愈合了 极为神奇 这是怎样的自愈能力啊 当时他的身体 都被那龙月踩得变形了 居然能够恢复得这么快 除了人没醒过来之外 他的生命体征已经和正常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了 只是不知道这小子还要多久才能清醒过来 在人没有清醒之前 还说不上是完全脱离危险 但他的大脑那天并没有受伤 这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双人赛的决赛正是今天举行 不出意料 最终的冠军正是龙月和戴云儿组合 龙月在个人赛上的强势表现 另面对他的对手都变得胆寒起来 史莱克学院方面又放弃了双人赛 在决赛阶段几乎是一路轻松的高歌猛进 最终获得了桂冠 亚军是戴月延和苏木的组合 怪物学院包揽了前两名 如果不是华兰堂和叶芷 被唐武林和谷月当初在淘汰赛阶段就淘汰出局了 恐怕前三名都将是怪物学院的 兴罗皇家大酒店晚餐时间 我们参加团体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吧 谷月放下碗筷 陈生说道 众人的目光瞬间击中到他身上 谷月陈生道 武林不在 我做队长 如果他还在我们身边 一定不会放弃后面的比赛的 前面输的团队赛找回来 我们要用一场场的胜利迎接他归来 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吗 自从唐武林被木野带走之后 每当吃饭的时候 气氛就特别压抑 因为少了那个一个人 就比所有人吃的多多的队长 就连徐立志吃的都比平时少多了 唐武林始终都没有回来 他们甚至不知道队长是不是还活着 新罗帝国官方也发动了很多力量进行寻找 却始终没有找到唐武林的踪迹 蔡老和武长空一直在配合新罗帝国官方寻觅 甚至还发动了唐门在新罗城的力量 可是唐武林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没有任何踪迹 在他们心中也不禁有些动摇了 是不是队长已经 唯有谷月 谷月一直坚信 唐武林还活着 一定还活着 好 叶兴兰沉声说道 我参加 给队长报仇 谢谢双眸威红 紧握双拳压在桌子上 原人叶辉淡淡地道 我参加徐立志道 我给你们做包子 乐正宇和徐小言对视一眼 同时坚定地点了点头 圆桌周围 庞府有七醋火焰在生腾一般 他们每个人的气息都明显变得强盛起来 为了史莱克的荣耀 为了唐武林 他们要参加团体赛 一边参赛 一边等他们的队长回来 不行 你们不能参赛 正在这时 一个冰冷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来得正是武长空 他大步走到餐桌旁站定 武林已经是生死不知了 我不能让你们再去冒险 后面的比赛不要参加了 我已经跟蔡老说过了 我会带你们在新罗大陆游历一段时间 然后就返回斗罗大陆 谷月抬头看向他 冷冷地道 吴老师 既然在我们之前的比赛中 学院没有管过我们 也没有前涉 那么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也同样不要干涉我们 武长空眉头紧锁 个人赛的事 我很抱歉 但是 我不能让你们再去冒险了 第689章参加团体赛 谷月冷然道 武林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 不只是为了学院 也是为了他武长空沉声道 这是学院的命令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更何况 我们已经参加了前面的比赛 顺利进入了决赛阶段 谷月分毫不让 武长空还要说什么 谷月突然站起身 转身就向外走去 在他站起的一瞬间 武长空突然感觉到一股强盛的精神波动 从谷月身上迸发出来 以他的修为 上身都不禁晃了晃 他 武长空惊讶地看住大步离开的谷月 他的精神力竟然如此强大吗 吴老师 我们要参赛袁文叶辉同样站起身 平静而坚定地说道 其他人也纷纷站起身 跟随在谷月身后离开 个人赛中 学院方面没有给他们以任何指点 唐武林最后重创失踪 他们心中怎能不憋着口气 这几天的压抑 他们要用战斗来宣泄 他们要用自己的行动 等待着队长的归来 史莱克学院七名学员 宣布参加后续团体赛决赛阶段的比赛 这条消息一出 立刻在新罗城掀起了轩人大波 经过了个人赛的惊心动魄之后 双人赛因为缺少了史莱克学院学员们的参与 而变得平淡了许多 民众们在龙月获胜之后 也渐渐冷静下来 反而有些期待着精彩比赛的到来 史莱克学院没有让他们失望 竟然宣布了要参加接下来的团队赛 团队赛将是全面的碰撞 怪物学院当然盛面很大 但团队赛赢了 更能显得怪物学院比史莱克学院更加强大 团队赛在进入决赛阶段之后 赛制会发生一些变化 不只是普通的七对七对决 而是包括数场比赛 这也是为了全面展现一个团队实力的原因 三场一对一 一场二对二 再加上一场七对七 所有参赛队员在非同一类型比赛中可以重复上场 也就是说 参加了一对一比赛的选手 也可以再参加二对二和团体赛 一对一每场一分 二对二是两分 七对七是四分 全部比赛进行完 哪个团队的总积分高 就获得胜利 进入下一轮 团队赛 只有16支队伍进入最后的决赛阶段 所以第一场比赛就是16进8 想要获得最后冠军 就要联赢四场 在新罗帝国民众们看来 毫无疑问 最终胜利者还将是怪物学院 别的不说 龙岳一个人 就是一对一和二对二两种比赛的冠军 他自己就能够在前面比赛中拿到三分 再加上团队赛 他还是会出场 作为怪物学院的中流砥柱 几乎没有失败的可能 甚至他只需要在一对一和二对二比赛中 选择一场参加 再确保最后团队赛获胜就行了 八大天王 有七位都是伊兹斗凯斯 这样的整体实力令他们根本不可能失败 团队赛和个人赛不一样 个人赛的一点失误 就可能断送自己的比赛 但团队赛有伙伴们相互配合 相对来说 容错率就要高得多 史莱克学院方面想要抓空子就更难了 所以没有人认为在这团体赛之中 史莱克学院有翻盘的可能 但是对于史莱克学院决定继续参赛的行为 一些比较理智的新罗帝国民众们还是表示赞赏的 毕竟这能让他们看到更加精彩的比赛 而明知道会输还来参赛 顶住新罗帝国几乎所有民众们的压力 对这些只有15岁的少年们来说 勇气可嘉 主办方在循环赛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了安排 因此进入决赛阶段 只要怪物学院和史莱克学院持续获胜 他们碰到的可能只会是在最后的决赛 新罗大体育场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芳儿 很荣幸继续为大家解说 本届全大陆青年高级浑石精英大赛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史莱克学院代表队决定继续参加团体赛决赛阶段的比赛 稍后在决赛阶段的第一轮中 他们即将出场 自从个人赛决赛上 史莱克学院代表队队长唐武林选手重创失踪之后 这支队伍已经淡出我们视野有一周之久了 不知道这次回归 他们在团队赛中会带给我们怎样的精彩 同时 也希望唐武林选手能够尽快痊愈对于唐武林 方而还是很有好感的 一名15岁的少年 能够在这样的大赛之中表现得精彩绝艳 一直打到最终决赛 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更何况他的对手还是龙岳 在和龙岳的对抗之中 唐武林甚至在力量方面占据了上风 表现可谓是可圈可点 最后龙岳情绪失控 险些直接杀死唐武林 这让方而心中感到很遗憾 作为一名热爱武魂的解说 他非常希望看到 未来唐武林成长起来会是怎样的情况 他那神奇的血脉力量究竟能变得多么强大 当然 这样的念头他是不可能表达出来的 毕竟 他代表着自己的国家 刚刚他已经去戴战区看过了 唐武林没在 是啊 那么沉重的伤势 能不能活下来都很难说 怎么可能还继续比赛呢 今天的史莱克学院代表队 将是一只挨兵 他们会在比赛中表现出怎样的战斗力呢 主席台上 带天灵亲自到来 观看今天的比赛 如果不是史莱克学院表示继续参赛 他今天是不会来的 他也想看看 这只史莱克学院代表队会在团队赛中怎样表现 今天一共会进行八场比赛 是团体赛比赛最多的一天 史莱克学院代表队是被排在了第二场 怪物学院的比赛在第七场 所以他们上午根本就没来 下午才会轮到他们的比赛 戴战区 谷月坐在那里 目光却落在身边空住的座位上 那是属于唐武林的座位 位置还在 但人却鸿飞鸣鸣 武林 让我们用一场接一场的胜利 迎接你归来 正像芳儿判断的那样 现在的史莱克学院代表队是一支哀兵 他们参赛已经不只是为了史莱克学院 更是为了他们失踪的队长 他们代表着史莱克的骨气 他们要向所有新罗帝国人展现 他们从未怯懦 戴战区中 其他等待参赛的队伍 目光都不时看向史莱克众人这边 在他们的感觉中 史莱克学院前来的七人 就像是随时都会爆发的火山 他们坐在那里 不言不动 全都闭着眼眸 就像是一尊尊雕像似的 第一场比赛用十四十分钟结束 几分六比三 一支队伍晋级 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比赛 由史莱克学院代表队 对阵天野学院代表队 请双方第一场一对一比赛选手 进入比赛场地史莱克学院这边 显然是早已经做出了决定 坐在中央位置的叶星兰 睁开双眸 起身 大步向比赛台方向走去 其他人也都睁开了眼眸 第六百九十章 一字窦砍师 叶星兰就像一柄风锐的长剑 在史莱克学院之中 她给新罗帝国民众们的印象 并不是很深 因为她没有参加个人赛决赛阶段的比赛 她 谷月和徐立志以及徐晓妍 相对来说被关注的都比较少 天野学院方面 走出来的是一名身材高大的青年 史莱克学院方面 派出的是叶星兰选手 她在之前的个人赛中 曾经进入了前64强 但不知什么原因 放弃了个人赛之后的比赛 天野学院方面 派出的则是他们的队长许希航 许希航选手在本届大赛中表现优异 一队一个人赛中进入到了前16强 实力不俗 期待他们给我们送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徐晓航在比赛开始之前 就一直在观察着史莱克学院方面 但他观察的对象中 却并没有眼前这位 他更多的是在关注 袁恩叶辉和乐正宇 无疑 在个人赛的时候 他们表现得更好 乐正宇虽然名字不高 但他却是输给龙岳的 神圣天使武魂 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而袁恩叶辉更是进入了8强 后来是在面对唐武林的比赛中刻意认输 才算是结束了比赛的 袁恩叶辉在所有人眼中 都是史莱克学院代表队之中 除了唐武林外最强的选手 因此 当许锡航看到自己的对手 并不是袁恩叶辉的时候 首先他松了口气 然后才有些惊讶 难道说 史莱克学院方面对团体赛并不了解吗 他们难道不知道团体赛第一场非常重要 第一场如果能够获得胜利 对于伙伴们将是非常大的激励 对后面的比赛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不管了 反正先拿下这一场比赛再说 虽然他也不觉得自己带领的天野学院战队 能够战胜史莱克学院战队 但如果自己能够获得一场胜利 对于未来的发展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至少可以出去吹嘘说自己也是战胜过史莱克学院的人 比赛规则和个人赛没有什么区别 裁判也没有多说 就宣布了比赛开始 叶星兰迈开小碎步 快速向许锡航的方向冲去 许锡航也是第一时间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不仅如此 他连窦凯都一起释放了 能够进入个人赛前16 他的实力当然相当不俗 52级魂王 一字窦凯师 天野学院百年来最优秀的天才 在学院之中风透无两 一块块银白色窦凯飘飞而出 飞快的契合在身上 许锡航很聪明 在得知今天的对手是史莱克学院之后 他带领着伙伴们仔细地看了 有关于史莱克学院方面几乎所有比赛录像 所以对史莱克学院是有一定研究的 他发现史莱克学院的队员都非常擅长抓机会 明明连一名一字窦凯师都没有 却有多名一走窦凯师只在他们手中 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 比赛才一开始就优先释放出了自己的一字窦凯 有一字窦凯的增幅 他的各方面能力都将得到很大的提升 银白色窦凯说不上绚丽 但覆盖全身之后 许锡航的气息也是直线提升 右手之中 多了一柄银白色的战锤 这就是他的武魂 史莱锤 史莱锤 气武魂 强攻系战魂王 他这武魂最大的特点 就是可以吞噬魂力 不但吞噬对手的魂力 也吞噬自己的魂力 吞噬自己的魂力 可以爆发出强大的攻击 吞噬对手的魂力 能持续强大攻击的同时削弱对方 因此 他其实更擅长的是团战 使灵锤的削弱和增幅效果一展开 往往能够在团战中 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 对手大多不适应他的战斗方式 往往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他一边释放着窦凯和武魂 两皇三子五个魂环升起 没有主动出击 而是选择以一代劳 他的实战经验也很丰富 只等叶星兰 进入自己的攻击范围之后 立刻施展使灵锤的魂技 有窦凯的增幅 使灵锤威力更强 他相信 单是依靠使灵锤吞噬魂力的能力 他都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对手 但是真的是如此吗 叶星兰目光灼灼地盯视住他 四个紫色魂环 伴随着星神剑的出现 从脚下升起 眼看着双方距离 拉近到五十米左右的时候 突然 他身上的第一魂环亮了起来 一点星芒突然亮起 远处的许希航看到的 只是那一点星芒 瞬间在自己眼瞳中放大 双方五十米的距离 几乎是瞬间消失 从观众的角度来看 叶星兰在接近到距离许希航 还有五十米的时候 突然化为一道剑芒 一闪而逝 瞬间就到了许希航面前 许希航不慌不忙 右手使灵锤上辽 第一魂环随之亮起 一圈黄色光韵 从使灵锤上释放出来 使灵光环 凡是被这个光环笼罩在内 魂力就会不断被使灵锤吞噬吸收 当然 吞噬吸收的速度 与双方实力差距有直接关系 叮 凭击住窦凯的增幅 许希航的速度足够快 使灵锤刚好挡住了 星神剑的正面冲击 但就在他挡住 叶星兰星神剑的一瞬间 他突然看到 点点星芒 骤然从叶星兰身上迸发开来 那些星芒 首先是出现在他胸前的 星芒璀璨 令他整个人都亮了起来 点点星光汇聚 隐约在他背后 形成了一柄星形巨剑 风锐无匹的气息 刹那间爆发 叶星兰身上 瞬间覆盖了一套 淡金色的斗凯 手中星神剑的剑翼 几乎是瞬间就达到了极致 轰 许希航手中使灵锤 虽然竭尽全力 但在刹那间 那无形剑翼 却像是覆盖了 他整个身体似的 他的人直接被冲击地倒飞而出 斗凯 一字斗凯 全套 方而的解说声 瞬间就变得高亢起来 毫无疑问 他的声音并不是针对于 许希航的一字斗凯 而是针对于叶星兰 是的 一直以来 都只是欠缺一块 核心斗凯的叶星兰 终于完成了 他的全套斗凯 就在过去 唐武林失踪的这一周 这一种 在那压抑的气氛下 在内心之中 无与伦比 对实力渴望的刺激下 他成功了 他成功制造出了 自己的一字斗凯 最后一块部件 以四环修为 拥有了完整的 全套一字斗凯 有灵合金 一字斗凯的穿住 从来都不需要 那么麻烦 此时的叶星兰 全身被淡金色的 斗凯所覆盖 他的斗凯 更多的地方时 呈现为鱼鳞状 没有特别复杂的结构 给人的感觉 只有锋锐 金色的头孤 只有正前方 有剑形装饰 身上的斗凯 没有任何华丽花纹 只有点点星光 若隐若现 斗凯颜色 和唐武林的差不多 因为他们都是使用的 新银作为主要锻造金属 胸口处的核心斗凯 是一个倒锤 剑形的模样 由13块 剑形金属 拼击而成 核心法阵 也正是在 这13块金属之上 这套斗凯的每一部分 甚至是每一块假叶 都充斥着 无与伦比的锋锐 那瞬间爆发出的气势 连比赛台上的 魂倒护罩 都为之颤抖 使灵锤 虽然非同反响 但它的瞬间 吞噬能力 还是有一定限度的 毫无疑问 就算是在 一字斗凯的支持下 它也同样挡不住 新神剑这一击 同样是一字斗凯 有灵金属 一字斗凯 与自身相融合 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些 二字斗凯的特性 直接拉平了 双方魂力上的差距 而论实战经验 实战能力 以及武魂强度 许锡航又怎么可能 和叶星兰相比呢 一道道剑丝 宛如盛放的花朵一般 绽放开来 瑰丽的星光 就像是盛开花朵上的 一颗颗水滴 顷刻间笼罩了 许锡航的身体 一道道刺目光运 不断从许锡航身上 荡漾开来 他甚至被那剑撕批的 根本连缓过口气 施展魂迹的机会都没有 那一道道 风锐的剑气 不断地撕扯住 他的斗凯 斗凯的防护 令他自身魂力 飞速下降 就算如此 那风锐的气息 依旧令他呼吸困难 第691章 全面占优 星光璀璨 下一瞬 叶星蓝突然凭空消失了 天空中多了一颗耀眼的星 星光照耀全场 不只是比赛台 更是整个星罗大体育场 强烈的生死危机 压迫的许锡航 毫不犹豫地大叫出声 我认输星光从天而降 由明亮转弱 叶星蓝虚空而立 停滞在距离地面三米的空中 星神剑在手中轻甩 自然而然地带起一片星光 他森冷的目光只是扫了许锡航一眼 然后才一步跨出 落回到地面上 此时 通过大屏幕的放大 才能看清楚 许锡航那一身窦铠之上 已经是无数伤痕 纵横交错 虽然窦铠击住 本身强大的防御力 并没有完全破损 但想要修复 恐怕也需要耗费很大功夫了 许锡航挣扎着 从地面上爬起来 此时此刻 他的眼眸之中满是骇然 同样是一字窦铠师 为什么双方之间的差距 竟然如此之大 自己的修为明明比他更强啊 可是 在叶兴兰面前的时候 他只是觉得自己 连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全场观众沸腾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 在史莱克学院战队的队员身上 出现一字窦铠 而且还是如此强势 方而已经介绍了 许锡航天野学院队长的身份 可是 就是这位队长 在面对叶兴兰的时候 竟然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比赛只是持续了十几秒 就已经彻底结束了 观众们更多看到的 就是漫天星光而已 方而深吸口气 对这场比赛 做出了总结性的评论 这是一场碾压式的胜利 没想到 史莱克学院最强的 并不是队长唐武林 而是这位叶兴兰选手 身穿衣字窦铠的他 真的是强得令人窒息 他这番话完全是肺腑之言 他也万万没想到 叶兴兰居然会强大到如此程度 如此的不可思议 叶兴兰飘身下台 第一分 与此同时 待战区中 史莱克学院方面 第二个站起身的 赫然是勒正宇 勒正宇的脸色 显得有些阴沉 他跨步而出 向比赛台走去 而天野学院这边 却陷入了短暂的停滞 输了 队长如此轻易的就输了 而天野学院本身最强的 也就是这位队长 许熙航啊 他们一共有两位 一字窦砍师 另一位的实力 还不如许熙航 这第二场 怎么办 勒正宇背后双翼展开 飘身上台 作为史莱克战队的 几位强攻系战魂师之一 自从他输给龙岳 受到重创之后 这还是第一次登上比赛台 但是 很多人还都记得 他和龙岳的那场比赛 他是第一个 逼出龙岳使用武魂的人 虽然输掉了比赛 但他能够在 和龙岳的对抗中 坚持那么长时间 已经完全显现出了 他自身实力 面面相聚之后 天野学院总算是 派出了一名队员出场 那是一名少女 并不是一字窦凯师 但却是天野学院 最美的一名队员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这场比赛 他们已经打算放弃了 另一位一字窦凯师 留在个人赛的第三场 只要第三场获胜 他们就还有一线机会 去搏最后的团队赛 当然 这个希望也很渺茫 当他们看到 叶兴兰的一字窦凯师 其实就已经知道 今天的比赛 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羽魂师上台 面对相貌英俊的乐正宇 勉强露出一丝笑容 乐正宇还是怜香惜玉的 圣剑展开 让这位女魂师 坚持了一分钟 2比0 圆恩叶辉第三个战起 看到他走上比赛台的时候 天野学院实际上 就已经绝望了 他可是战胜过 一字窦凯师的存在 而天野学院的另一位 一字窦凯师实力 还要逊色于许希航很多 结果可想而知 二对二比赛 上台的是 谢谢和徐晓妍 两人的组合 在史莱克学院 众多二对二组合中 绝对不算强的 但高速加强控 同样让比赛变得 没有任何悬念 而实际上 三场一对一输掉之后 天野学院后面的比赛 也只是走个过场罢了 团队赛没有进行 5比0 史莱克战队以强势之姿 成功进入团体赛前8名 比赛结束后 史莱克众人 没有丝毫要停顿的意思 纷纷起身 回返酒店 如果说在个人赛的时候 还不足以看出 史莱克学院的全部实力 那么 今天的团队赛 史莱克学院战队 就充分地展现了 自己的实力 面对同样能够进入 16强的天野战队 几乎每一场比赛 都是碾压般的胜利 似乎没有唐武林在 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比赛 真不愧是史莱克战队啊 一时间 史莱克战队重新出赛 并且展现出 强大实力一世 传遍整个新罗帝国 尤其是在新罗城 已经成了街头巷尾 热议的大事 史莱克学院参加团体赛了 而且展现的实力相当不弱 那个叶兴兰的一字 斗开很强 戴越岩向龙岩说道 龙岩表情很淡然 那又怎样 戴越岩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是啊 那又怎样 只要有龙岩在 团体赛 史莱克学院 依旧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龙兄 你没事吧 戴越岩低声问道 自从那天和唐武林一战之后 龙岩的情绪 始终都有些问题 似乎整个人都变得沉默了许多 龙岩摇了摇头 我没事 好了 你也去休息吧 准备下午的比赛 好在龙岩面前 戴越岩从来都没有一点四皇子的骄傲 戴越岩走了 龙岩的眉头也不禁皱了起来 当然不是因为比赛 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实力 那天和唐武林的比赛过后 确实对他的刺激很大 问题不是出在唐武林身上 而是出在他自己身上 无论自身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如果这份力量是不可控的 那么就算再强也没有用 那天和唐武林一战 他没能控制住自己的力量 险些击杀唐武林 在那一瞬间 他整个人的情绪中充满了狂躁 根本就压制不住 这绝不是好现象 便随着实力的持续增强 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了 这也是为什么 他不愿意全力以赴战斗的原因 可是身为一名魂师 又是实力如此强大的魂师 他当然希望自己能够全力以赴地发挥啊 否则的话 如何能够锻炼自己的实战能力 如何能够进一步提升自己 这几天来 他一直在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变化 恩慈老师也找过他一次 等这次比赛之后 他就要闭关了 不是为了提升实力 而是要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精神力 他的情况很难通过对身体的控制来改变 只有让精神力变得更加强大 在自己狂暴的时候 能够压制住血脉的躁动 才有可能达到控制自身战斗力的作用 这些年来 他也是一直都在这样做的 但奈何山龙王强大的就在身体上 精神方面的天赋并不算太好 使用了众多手段 包括天才地宝 也包括高深的修炼方式 但效果都很一般 第692章连续晋级 直到现在 他的精神力也只是刚入林海静不久 以他六环的修为 林海静的精神层次并不算太高 这次闭关 恩慈给他下了死命令 如果不能达到林渊静的精神修为 就不允许他重新出山 龙月也很理解老师的意思 这是上面带来的压力 不可控的强大力量是非常可怕的 就算是帝国 也会对他产生一定的机会 真的要努力控制自己才行了 可以想到要苦修精神力 他就有些头疼 和自身魂力 血脉修为的一日千里相比 精神力修炼实在是太困难了 团体赛继续进行 毫无疑问 怪物学院也顺利地通过了第一轮比赛 接下来的第二轮依旧没有什么悬念 史莱克学院在个人赛上 依旧是派出了叶星兰 圆恩叶辉和乐正宇的组合 双人赛则是乐正宇和圆恩叶辉出场 虽然对手比天野学院更强一些 但却依旧是四场比赛解决战斗 5比0横扫对手 根本就没有到团队赛的程度 怪物学院情况也一样 两大学院双双闯入四强之中 无疑 他们就像是都已经内定了决赛名额一般 决赛中 没有了唐武林的史莱克战队和怪物学院战队碰撞 又会出现怎样的火花呢 接替了唐武林变成团队最强者的叶星兰 能否挡得住龙岳的强大 这些都是观众们所期待的看点 半决赛顺利进行 史莱克战队方面出战情况依旧一样 只是出战的次序略作改变 成功地让叶星兰碰上了对方最强的选手 5比0 连续三场5比0晋级 没有任何悬念 怪物战队也没有让人失望 在龙岳没有出场的情况下 平级住戴月炎 苏木 03以及华蓝堂和叶芷的组合 同样是5比0 挺进决赛 大赛将休息一天 然后就是团体赛的最终决战 史莱克战队对阵怪物学院战队 一时间 原本并不太受重视的团体赛 瞬间就成为了热议的焦点 现场票价已经被炒到了天上 所有人都期待着 这一场两大学院的全面碰撞 史莱克战队的骂声 比个人赛的时候小了许多 在队长受到重创的情况下 他们依旧能够重整旗鼓 参加团体赛 并且获得如此娇人战绩 这可是一群只有15岁的少年啊 他们已经打出了史莱克学院的风采 向所有新罗帝国人展现出了史莱克的强大 试想 这样一支战队如果放在5年后 和现在的怪物学院战队碰撞 又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谁敢说 他们之中就没有一位能够达到龙月这样高度的 因此对这些少年们 民众们从最初的狭隘民族主义 渐渐开始发生了心态上的变化 强大的对手往往才能衬托出几方的强大 他们很庆幸在怪物学院有龙月这位中流砥柱 如果不是因为有龙月在 很可能比赛的情况就不是眼前这样了 但就算如此 他们也很期待看看双方最后的碰撞 在很多理智的人眼中 这场比赛已经没有什么胜负的意义了 更大的意义在于 这可能是百年来最精彩的一次团体赛 这样的比赛一生中能看到一次 放在几十年后依旧可以津津乐道啊 新罗皇家大酒店依旧没有消息 唐武林始终没有回来 他就像已经完全消失了似的 一直都没有丝毫消息 牧爷也是 众人无意中发现 每天早上 一大早蔡老和武长空都会离开酒店 很晚才回来 但是 他们也依旧没有带回任何和唐武林有关的消息 每天晚上 谷月都会站在武长空门口等住 直到他回来 他向他摇摇头 他才默默地返回自己的房间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但至少 还有希望 我们需要一个信念 谢谢坐在晚餐的餐桌旁 突然打破了伙伴们的沉默 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他 谢谢陈生道 明天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最后的冠军 队长就一定会平安归来 这是一个信念 同时也是一份畅想 可是 每个人却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一定会平安回来 他一定会的 谷月深吸口气 陈生道 我安排一下明天的战术 想要战胜对手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运气 还有技巧 一对一比赛中 由新兰 我和袁恩出场 我们要努力拿下 没有龙岳参加的另外两场比赛 获得2比1的成绩 抢战先手 二对二比赛中 由袁恩和郑宇出场 如果对方有龙岳出战 主动认输 不跟他们比 最终团体赛 必其功于1亿 龙岳 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然后用异常坚定的语气道 交给我 我会尽可能地拖住他 在那段时间 你们要尽快战胜其他人 然后我们再合力对付龙岳 具体的团队战术 我们这样来 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降临新罗城的时候 就已经预示着 这是风和日历的一天 明媚的阳光 湛蓝的天空 偶尔飘来的几片 洁白如雪的云朵 天清云淡 很容易给人一种 心神迪宕的畅快感 而今天的新罗城 也更是热闹非凡 街道上的人不多 大部分人都留在家中 酒店里 等待着那场 堪称世纪大战的团体赛 只有新罗大体育场周围的 数十条街道 早已是水泄不通 人满为患 人们聚集在大体育场周围 他们更多的 甚至只是想要听到一些欢呼声 还有一些有钱人 拿着满手的钞票 试图寻求一张高价的入场券 哪怕是能够在里面 找到一个站的地方也好啊 无疑 对于新罗帝国官方来说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大赛 通过旅游 博彩 门票方面的收入 赚得盆满钵满 对于今天的比赛 就算是皇室都充满了兴趣 可就算是皇室成员 事先没有拿到票的 想要临时找到门票 也变得非常困难 一票难求啊 带天灵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 自己也有些热血沸腾的感觉 甚至忍不住失效 因为他突然因为自己是皇帝而庆幸 无论有没有门票 这里总会有他的位子 这就是权力带来的好处啊 真希望史莱克战队 能够表现得更强大一些 史莱克学院真不愧是史莱克学院 看了这些仅仅只有15岁的年轻人的实力 就可以想象得到史莱克学院 究竟会强大到什么程度 如果有可能的话 真想回故乡看看 去看看斗罗大陆 看看原本的星罗城 也去看看史莱克学院 这座被誉为斗罗大陆第一学院的存在 或许 它真的是整个斗罗星最顶级的学院吧 怪物学院与之相比 终究还是差了火候和审殿啊 恩慈院长也早早的就来了 今天的他 看上去十分平静 但偶尔目光却会飘向待战区方向 对于龙岳 他还是很担心的 如果史莱克战队实力弱 他反而不担心 因为龙岳根本就不需要发挥什么实力 自然也不会出现问题 但是 史莱克战队的实力远超原本判断 在这样的情况下 龙岳想要不展现实力 就战胜对手 就机会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一旦发挥权力 那么龙岳很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 化身为龙疯子 那时候的他绝对是可怕的 要是史莱克方面在出现什么问题 说不定 就真的会引起两大学院的直接碰撞了 相比于担心斗罗大陆和新罗大陆之间的问题 他更担心史莱克学院方面 毕竟 两座大陆相隔遥远 就算斗罗大陆因为这次的初始而愤怒 想要做什么也需要时间来准备 需要更多的沟通 相隔大海 谁远程作战都是大问题 但史莱克学院却不一样 那里有着众多强者 万一他们因此而行动 那么 怪物学院就将面临极其严峻的考验 那可是一群站在这个世界金字塔顶尖的存在啊 所以 今天的比赛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旦龙岳控制不住自己 就要立刻出手 不能像那天那样迟疑了 第693章团体决赛 唐武林恐怕是凶多棘手 龙岳的力量有多强 他再清楚不过 那一脚踩下去 唐武林没有当场死亡 依旧是命运了 可就算如此 身体破坏如此严重 就算是封号斗罗级别的治疗系浑尸 也未必能够救得回来吧 令他吃惊的 还有那天带走唐武林的木野 那是什么人 他现在都没弄清楚 但当时木野展现出的实力 却令他极为吃惊 他也没有完胜对手的把握 只是这一点 要是传出去 就足以震惊整个星罗大陆了 要知道 温慈可是被誉为 星罗大陆第一强者 距离比赛 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星罗大体育场内 就已经是坐无虚席 场面极其热烈 方而也早早地就来了 做好了解说的准备 今天这场比赛 为了双方参赛队员的安全 官方特意安排了四位裁判 全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同时 黄氏也特意向斗罗大陆联邦使团表示 不会再出现那天的情况 比赛还没进行 紧张的气氛已经弥漫全场 不少观众们这会儿都拿出食物和水 正在补充着自己的能量 唯恐待会儿比赛开始后 没有时间吃喝 谁也不知道这场比赛会持续多长时间 但他们都下意识地希望 这场比赛能够持续的时间越久越好 来了 不知道是谁大叫一声 观众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 朝住戴战区的方向看去 双方队员几乎是前后脚入场 史莱克学院的绿色校服 和怪物学院的红色校服 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双方队员都没有任何交集 而是一个个快速进入比赛场地 在各自的区域中坐下休息 怪物学院方面 以龙王龙岳为首 之后是虎王戴月炎 风王林三 虎王苏木 狼王华蓝堂 塔王叶智 尹王腾腾和灵王戴云尔 八大天王旗帜 史莱克战队方面 第一个位子依旧空住 然后是谷月 叶新兰 袁恩叶辉 乐正宇 谢谢 徐小言 徐立志 七个人 七个人今天的情绪 明显有些不平静 他们来到比赛场地后 眼神中都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气势之中 更带着几分惨烈的味道 就连作为对手的怪物学院众人 也不禁为之侧目 苏木双眼微眯 低声道 今天的史莱克学院 恐怕不会太好对付 待会儿大家小心 愣除了龙月之外 其他人都微微汗手 戴云尔和平时的跳脱相比 显得很平静 自从那天 个人赛唐武林 重创消失之后 他的情绪 就一直有些低落 他惊讶地发现 当自己真的看住 唐武林 在龙月攻击下 生死不知之后 似乎也并没有那么快乐 那个英俊少年的样子 不时在自己脑海中闪现 就算他很可恶 可是 也罪不知死啊 但是 他又不能责问龙月 毕竟是他一直在叫嚷住 要收拾唐武林 可是 那家伙 真的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吗 就这么死了 直到今天 都没有看到唐武林 他的心情 就更加有些压抑了 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他似乎长大了不少 至少 他认识到了以前的自己 是多么的任性 各位贵宾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来到 新罗大体育场 今天的比赛 相信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 这是本届全大陆青年 高级魂师精英大赛的 团体赛决赛 同时 也是两座大陆 最强学院的碰撞 由我们新罗大陆的 怪物学院 对阵 斗罗大陆的史莱克学院 芳儿的声音之中 不自觉地多了一些兴奋 对于这场比赛 他又何尝不是期待两久呢 下面 有请陛下此言一出 观众们都是吃了一惊 陛下要说话吗 这在前面的比赛中 可从未有过 待天灵站起身 目光扫视着 新罗大体育场 对时 所有观众们 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 右手握拳 横放在自己胸前 这是他们 对自己帝王的尊敬 非常高兴 能够见证这样一场比赛 此时此刻 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激动 也是一名期待着精彩比赛的观众 戴天灵面带微笑地说道 之所以要说几句 主要是对这场比赛的期望 怪物学院和史莱克学院 分别代表着我们新罗大陆 和我们的家乡 斗罗大陆最强学院 我希望双方在本注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的基础 来进行今天这场比赛 这将是一场最好的交流 本次比赛 官方也将拿出更多的奖品 来奖励双方 无论最终胜负如何 每一名参赛选手 都将获得一件 有意于你们提升修为的宝物 好 下面 我宣布 比赛开始伴随着戴天灵 一声宣布 一时间 新罗大体育场内 欢呼声宛如海浪般响起 戴天灵在国民们心中的地位 非常高 自从他登记以来 历经图治 将帝国治理的欣欣向荣 压迫的绿骷髅反抗组织 没有半点机会 只能隐藏在地势复杂的边疆 苟延残喘 被誉为一代民主 四名裁判同时走到比赛台中央 为首一名老者陈生道 请双方第一场比赛的参赛选手登台 因为是决赛 所有的一切都要更加严谨 双方戴战区迅速升起一道隔板 这样就没办法在第一时间 看到对方出场的队员 是谁进行针对性安排 隔板可以隔绝一切精神探查的能力 观众们的目光 全都集中在了戴战区这边 就连主席台上的高层们也不例外 第一场将会是谁对谁呢 史莱克学院这边 第一个站起身来的 正是新神剑五魂拥有者 同时也是唯一一名拥有全套一字窦凯的选手 叶兴兰 叶兴兰站起身的时候 顿时引起了一片赞叹声 怪物学院这边 第一个站起身的却是苏慕 狐王苏慕 排名八大天王第三 曾经输给过唐武林的狐王 双方同时走出戴战区 直奔比赛台方向而去 叶兴兰连看都没看苏慕的方向一眼 似乎对他来说 对手是谁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苏慕大步前行 两人不约而同地登上了比赛台 第一场比赛 关乎于士气 对于双方来说都非常重要 看到对手是叶兴兰的时候 苏慕也不经心中凛然 如果按照实力来划分的话 第一场就算不是龙岳出场 也应该是戴越岩出战才对 但戴越岩乃是帝国四皇子 如果他第一场上来就输了 对他的打击将会非常大 所以怪物学院这边安排的出场顺序是 苏慕 戴越岩 龙岳 排名前三的三大天王参加前三场比赛 对史莱克学院不可谓不重视 叶兴兰面无表情地看住远处的苏慕 苏慕也是目光灼灼地看住他 双方眸光彼此碰撞 无形中似乎有火花碰撞 四名裁判纷纷退到比赛台边缘 大战一出即发 叶兴兰看过唐武林和苏慕的那场比赛 对于苏慕的能力记忆犹新 狐王拥有九尾狐五魂的苏慕 同时具有九尾狐血脉 本身实力非常强 五大光环技能 控制 强攻于一体 对于苏慕的能力记忆